我想其实问一下这个丹凤姐 就是 你说什么 丹凤姐 你再说一遍 丹凤小姐姐 这样可以吧 你在来之前有没有调研过 说声音有关的行业 比如说做配音演员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和要求 另外就是做配音演员 大概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你了解吗 这个我还真的没了解 但是我就挺感兴趣的 因为之前看那个动画片里面 我觉得我都能模仿 配音演员呢 它本质最核心的那个词 其实是演员 配音是我们的一种工作形式 但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演员 所以它的核心其实是 你首先要学会独立的完整的表演 其次才是用声音来去表演 所以肯定要对普通话呀 气息呀 情绪的表达呀 这些其实都是有要求的 另外呢就是目前虽然这几年 配音演员这个行业 发展得越来越快了 这个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了 但实际上能够单独靠配音这份职业 养活自己的 能拿到你说的六千到一万这个薪资的 可能在全国上下 也不超过千人 大家看到的很多都是塔尖的那些人 对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人 他每个月也就最多四五千块钱 我觉得刚才其实听那个声音的特质 我认为是有一类角色确实很合适它 就是少女一点的声音 对 但是呢 普通话的这个部分确实还需要可服 没事 她可以模仿那些普通话说的不好的 一般不太标准的 就不需要配音就用原声了 开个玩笑 既然您今天是以声音来取胜 不得不承认在职场当中 还真就存在这种人 王晶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吗 在我们的康养社区里面 就是有靠声音来一直工作的 我们叫文鱼治疗师 文鱼治疗师 文鱼治疗师 为什么文鱼能够治疗呢 身心治疗嘛 身心治疗 好 用一条鱼来让它闻 文鱼 文艺和娱乐 文鱼治疗师 你觉得丹凤小姐姐她能够胜任吗 一般得 你好意思吗 人家远至叫小姐姐 我觉得她特别适合 因为我觉得老爷听到她唱着 那个相音的那个相调对吧 对的 其实你是适合的 就是老人们年纪越大 她越有童心 特别喜欢和这种简单单纯 然后自己内心又充满这种善良的 又喜欢唱歌的 用声音 那你们愿意给她一个这样的一个岗位吗 就是她具备这个基础 但是她不具备专业的治疗的背景和基础 其实我觉得挺好 你可以好好培养一下 大爷大妈 其实特别喜欢丹凤这种长相 对的 对的 而且她是从心里面有一个美 对 她是很阳光的 对 让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这确实是我觉得是她的一个优点 对 她是从心里面有一个优点的